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保护就是他们的伞 可是他们的伞却是破掉的 无论风吹 无论雨淋 甚至雷达 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保障 我们希望今天来这边诉求立法保障家务工 所有的移工手上都拿着家事服务法的单张 我们要用家事服务法把这些波动 把这个长期以来已经28年的波动 把它补起来 让家务工可以真正获得保障 16年前 2004年也有一群移工站在立法院前面 把民间版的家事服务法送进立法院 可是16年过去了 这个法有通过吗 并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 在2004年的时候 就把民间版的家事服务法送进立法院 到了后来王如泉当三任劳委会主位的时候 其实曾经有要把家务工纳入劳基法的 这个计划 但是后来我们讨论了一年 最后突然一夕之间翻盘了 王如泉说没有办法纳入劳基法 要来立专法 后来劳委会就拟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 家事劳工保障法 里面几乎跟现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才继续开始推动家庭肩板的家事服务法 真正能够保障家务工劳动权益的这个法 那其实 其实到了今天 今天如果说政府要把家务工纳入劳基法 我们知不支持 绝对支持 那你如果不要把他们纳入劳基法 认为他们的工作性质特殊 那就立一个专法 真的能够保障他们的专法 目前台湾的移工人数 已经超过70万人 其中有超过23万人 是在做所谓的家庭看护工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家务工 这些人撑起了台湾长照三分之一的需求 可是他们的劳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 我们用劳动部每年做的调查报告来看 劳动部每年都会去做看护工的公实的调查 有八成以上的家务移工 他的雇主没有明确的约定 他的工作时间跟休息时间是什么时候 平均的工时超过13个小时 有三成四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家务移工 是从来没有休过假的 因为他们的休假可以用567元就被买下 这个就是没有劳动法令保障的情况下 他们的薪资低于基本工资 他们的工时可能会长达24小时待命 有那么多人三年没有休过一天的假 大家也可以试算一下 一个领17,000月薪的劳工 如果他工作24小时 他的平均时薪会是多少 17,000除以30天一个月嘛 30天再除以每天24小时 他的时薪只有23.6块 他们的平日工作时间再长 也不会有加班费 没有国定假日 特休也比劳基法规定的少 这个就是家务移工的日常 更不用说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们没有劳保 他们没有执灾的保障 他们被解雇的时候也不会有值钱费 我是一位印尼家庭看护工 我已经来台湾工作三年了 我们看护工工作非常的辛苦 工作时间很长 早上有很多的工作 晚上还要照顾老人 没办法好好地睡觉休息 所以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的老板其实对我不错 一个月还给我一天休假 我的很多朋友工作三年 连一天休假都没有 有的人就算有休假 早上休假之前 必须先完成工作才能出门 晚上八九点就要回到家里 而且一样必须完成工作才能休息 所以休假根本没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 我知道家庭看护工在台湾 不适用劳基法 所以我们的薪水只有一万七 连基本薪资都没有 而且也没有加班费 而且遇到职灾只能靠自己 一点保障都没有 我想问问台湾人 如果你的工作是这样子 你能够接受吗 如果台湾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 根本没有台湾人愿意做看护工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条件来聘雇移工 为什么不给移工保障呢 前不久 印尼政府提出临政府的政策 有许多台湾雇主站出来反对 也许这次的家事服务法 也会有许多台湾雇主反对 但是我要告诉台湾的雇主 只有让我们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完整的休假 公平的薪水 我们才能够好好地照顾你或你的家人 所以家事服务法不只是保障移工 更是保障被照顾的人 我们没有很过分的要求 我们要的只是家务工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已 只是最基本的劳动法令保障而已 我在台湾的六年中 我的工作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工作是每天三到十次的清醒 老人的大便 尿尿 擦地板 为他勾他骂煮饭 处理老人不睡觉等情况 我敢打赌没有一个台湾的年轻人 愿意做每月只有17000的这种工作 他们宁可选择去澳大利亚当移工 就像我们来这里一样 台湾一直希望成为联合国的议员 但从不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 不想批准C189 反而是支持私人仲介制度并依赖仲介解决移工问题 唐造系统不将我们纳入 因为我们是在个别家庭工作 我们不被重视工人 唐造的破口不应要求移工 义务性的来填补 我们呼吁公平对待我们 给我们合理的工资通过家室服务法 2018年的时候 西斗第三次审查 审查委员说什么 审查委员注意到 第二次审查时已建议 透过完整立法保护家室劳工权利 已符合国际劳工组织 第189号公约中 有关家室劳工之合宜工作规范 然而该建议未获得落实 再一样帮大家回忆一下 2013年的时候 两公约的初次审查的时候 专家们已经建议 应该要给予家务劳工 基本的劳动保护法规 例如 劳动基准法和劳工安全卫生法 应该涵盖移工 家务劳工和派遣工 再来2017年的第二次审查 审查委员说 第初次审查以来 包括仍旧排除 适用劳机法的看护及帮佣工作者在内 外籍家室类劳工的处境 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再者 尽管2013年初次审查期间 委员已经表达严重关切 政府对多年来 承诺制定的家室劳工法 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我们政府很爱去外面签了很多国际公约 可是今天签了那么多公约 好几年后 没有以上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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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